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的英文一起讀 我們來看看這個很棒的上個禮拜的新聞 女雙獲得了溫布東的冠軍 那其中一位是我們台灣的台灣之光謝淑威還是謝淑偉 有時候我中文字真的搞不清楚怎麼念 那看這張照片非常的雀躍 他們兩個抱著獎盃跳起來 那我們可以先觀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這個是WTA Tour 那這就不是台灣的網站 這個可能是網球方面的一些專業的網站 那他的標題寫的就是謝跟Mertens 這Mertens就是他的比利時的partner Save Match Points Win Wimbledon in Double Thriller 還不錯Doubles 對不起少講一個S 所以他的標題裡講的謝淑威以及他的partner叫做Mertens 比利時的人他們Save Match Points還加了複數 什麼叫做Match Points 這兩個字是走在一起的概念 Match Points就是賽末點 所以他們被人家逼到絕境賽末點 也就是你要再得個一分 你就掃地掰掰了 你就失去了 你就輸了 但他們Save了Match Points 還不只Save了一次 他們Save了不知道幾次 總之他是複數的 所以他們挽救了自己的賽末點 然後贏得了Wimbledon 在這個Doubles Thriller這樣子 所以Doubles是OK的就是雙打 那我們看台灣的這個Focus Taiwan的這一個 喔 也是這張照片 Sure 但是他的標題啊 你看 Taiwans Share and Belgian Partner Win Wimbledon Women's Doubles 我就覺得我們這個新聞 一定要這樣嗎 你講了台灣的謝淑威 耶 名字給人家講出來謝 以及他的比利時partner 連人家的名字都不提是什麼概念啊 我覺得這個新聞沒有必要寫成這樣 那你看人家寫得多好 把人家兩個信都講出來 對 台灣的謝淑威與比利時夥伴 比利時的這個搭檔 把人家名字說一下嘛 真是的 好anyway 所以我在我這邊的這個 我的hashtag裡面 我就有講到謝淑威Sure 中文有給他 然後我也把他的partner 他叫Elyse還是Elyse 應該是Elyse我在想 Mertens Sure There you go 好 那我們來看新聞的實際的一些 有趣的內容 有趣嗎 其實還不錯啦 我真的覺得 有一些值得學的字 例如說 這個WTA Tour的這個 第一段我覺得還蠻好的 A point from defeat twice 光看這裡就得到一些有趣的資訊 A point from defeat twice 所以差一分就輸掉了 而且發生了兩次 就是剛剛講的賽末點 所以他們被人家賽末點兩次 然後救回來 最後把人家幹掉 贏了 倒贏 所以A point from defeat twice 斗點 謝淑威以及這個Elyse Mertens Rallied to win the Wimbledon doubles title on Saturday afternoon in thrilling fashion 這裡面我們大概可以多找兩個 值得學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Rally 這個字 所以你看到他自己的動詞用法 They rallied to win the Wimbledon doubles title 那這個Rally是什麼意思呢 來 所以這裡就來一下補充 因為我知道好像同學覺得 我把單字多講 細一點點是不錯的 所以Rally這個字大概可以有 名詞的意思 也有動詞的意思 名詞的意思 其實相對來說 我認為簡單一點點 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可以叫做Rally 所以那種示威遊行之類的 都可以叫做Rally 所以A political rally OK的 政治的那一種 像什麼 例如說很久以前的倒扁 或者是太陽花運動這些的 可能都可以稱之為一種Rally 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別的詞可以稱呼它 Political demonstration 或什麼之類的 People took it to the streets Anyway 那Rally還可以是 就是 在賽車裡面的所謂的Rally賽 至於什麼是Rally賽 自己去找好了 反正就是賽車裡面的一種 比賽方式叫做Rally 好所以這是名詞 那動詞是什麼東西 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 團結起來 然後 然後重新重振士氣的 去做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叫做Rally 那你想他們兩個賽末點了兩次 那當然是有一點點 重振旗鼓來 把這個比賽贏下來 所以這裡用Rally 當動詞 是還不錯的 So they rallied to win the Wimbledon Wimbledon doubles title 好那再來下一個要學的就是 In thrilling fashion Thrill這個字 他把它塞在這裡 那我把它去掉 因為 In什麼fashion 才是我希望你學的片語 那fashion 一般來說理解叫做流行 可是In什麼fashion 其實就是用什麼方式的意思 所以fashion 可以理解為方式方法 So In thrilling fashion 就是用一種非常刺激的方式 贏得了這次的比賽 所以thrill這個字呢 滿常在生活中看得到的 岩漿裡也有可能說 像thrill其實是那種呼呼呼呼呼 顫抖的概念 所以你很害怕一件事情 可以叫thrill 所以有一種電影是那一種 驚悚片 我們不講什麼鬼片什麼之類的 驚悚片我們就叫它thriller這樣子 ok so thriller也就是一種 電影的genre 好 所以這樣大概也就夠了 ok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來 分數的部分啊什麼 我都覺得就還好 我個人有一點覺得齁 就是 滿有趣的的一個地方是 他在講 好 這段我一定要稍微提一下 因為我反正就覺得這很好玩 就是啊那個 呃 俄國人的名字齁 常常就是什麼什麼娃結尾 那你大概也知道 就俄國人就是很會打 網球 所以的確 因為在這裡他就講了一下下 他們這個比賽的 呃比如說 呃 quarter final semi final 然後最後的final 遇到的敵手啊什麼 把他們的名字也都越略 越略提了一下下這些的 那 我一邊讀下去我就真的覺得很卡 為什麼很卡 因為這些名字都超難練 對不起啊我跳來跳去的 來 超難練的 怎麼說你看這裡有一個 呃 例如說這裡有一個名字叫做 Barbara Strykova 啊這還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Va 好然後 還有一些別的 還有什麼Va 為什麼要找人家名字來笑 我不會在笑 我只是指數一下說 就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這裡有一個 Veronica Kudermetova 又是一個Va這樣子 好所以 事實上那個誰啊 就很厲害的威廉斯姐妹有沒有 他有一次在訪談的時候就說 啊我們已經認清了一件事實 就是我們在這些大賽裡面 一定會遇上很多的Va 很多Va這樣子 OK 無數的Va結尾的這俄羅斯的選手們 好啦 Anyway 那我們再看下去的話 還有什麼值得看的地方 我大概會說還有另外一個值得看的地方 是在這邊往下一點點 就是這邊講到 這個我想要講的這個部分大概是 就是說你跟人家在比賽的時候啊 那你當然很高興你贏了 那可是你在可能在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你還是在言語上非常敬佩你的對手 可能說喔他們也很厲害什麼怎樣的 喔我幾乎就輸了或什麼的 你有一個很不錯的方式我個人認為齁 就是你可以用一種這樣子的方式來說 來稱讚一下你的對手 就是今天這個比賽 要是我輸了或是我贏了 其實都不驚訝 因為兩邊都很強 所以這邊在訪談中 這個Merton Stagio說 I mean this match could go either way So I'm very happy that we won 所以這場比賽啊 Either就是你知道摺一的概念 左邊或右邊之類的 所以這個比賽 go either way 都不令人驚訝 So this match could go either way So I'm very happy that we won 很高興是我們贏了 那就算對手贏了 也絲毫不驚訝 因為對手也很強 所以這邊你 那我這邊看了一下我會覺得 This match could go either way 這說法當然是OK的 就是現在如果是他們是冠軍 也很合理的 所以這裡用could 這裡就是我在想講一下 假設語氣的使用 因為我知道Stanley 他在我們的上週影片 有稍微提一下說 這個假設語氣的用法 有時候卡卡的齁 所以這裡講的是 This match could go either way 我個人認為 他如果把它講成就是 因為畢竟贏已經是 可能半小時一小時前的事情了 那當然現在你還是贏家 可是你如果把它講成 This match could have gone either way 我認為也是很正確的 那他在針對的就是 這個match在兩個小時前 他們可能贏 也可能是我們贏 所以他用的假設語氣的話 用這種跟過去似是相反的 假設語氣來說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則 我想要探討一點點東西就是 這裡如果用could 能不能換成其他的 主動詞像例如說 would should 或者might 那 這邊就是 我們講到這裡就會 呃 就 我真的很不希望 這個 講太多的文法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看了會覺得很煩 可是我覺得這個 值得花一點點時間探討一下下 就是我們用could have would have might have 或者should have的這個 各種的用法 那 那我相信你在生活中 可能嘉賢都聽過 那 我在這裡可以很籠統 很籠統很籠統的 說 前面這兩個 有的時候 比較 用下去 就換了一個之後 比較不會造成錯誤 就是也說得過去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OK 因為我寫這樣出來 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沒有例子來討論 是你還是不會懂的 像 我用在我的文法課裡面 常常講解的一個句子就是 假設一個女生 叫mary 那他 在他跟一個男生交往很久 那結果呢 這個男生 好我寫這個句寫給你看 說mary 然後我上面 我接下來的題目就是這個部分 就mary啊 就 他說不定是可以嫁給Peter啊 或之類的 來 所以這邊用一個could have would have might have 或是should have 這裡隨便你選一個 然後 married 那 然後 呃 可是 我再多篩一點內容給你好了 這樣 就是如果 他有求婚的話 如果他有求婚的話 mary 可以嫁給他 用could 或者mary會嫁給他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或者哪個對 答案是真的都可以 就是mary在當時 要嫁可以嫁 可以嫁 那要是mary 的確想嫁的的話 你可能就會說mary 會嫁給他 如果他有求婚 那 可是事實上他有沒有 你需要看得懂 後面這句是他沒有 因為我用的是一個 跟過去事實相反的假設語氣 過去完成式 如果他當時有求婚 mary可以嫁給他 yeah mary會嫁給他 might行不行 在這裡我認為連might都可以 其實 mary 應該會嫁 可能會嫁給他 那最後一個 應該要嫁給他 這裡可以嗎 這裡反而是不太行的 因為這裡這個 should have 這個結構上來說 他們 他通常在表達的是一種 對過去的懊悔 就是後面前面這件事情 他 沒有發生 那沒有發生造成了一個後悔 例如說 也不一定是前面的事情 對不起 我講的是 例如說現在是在下大雨 然後你就對自己說 我今天早上真該帶雨傘 你有沒有帶 你沒有帶 所以你會說 I should have brought my umbrella You know Look at this rain now 所以這個should have 多半是在表達跟過去的後悔 那後面Peter根本沒跟你求婚 如果他有求婚的話 既然沒跟你求婚 你有什麼好懊悔的餘地呢 所以這裡的should have 是這四個答案裡面中 唯一一個不行的 而另外這三個 你說一樣嗎 不一樣 可是能不能夠在文法上 互相這樣替換 而造成這個句子還是說得過去呢 我認為是可以的 OK 是可以的 好 所以 一個例子真的大概也夠了 那有機會我們以後可以再講 可是 到這邊我們大概就 我們不要再把這個事情再卡下去 好 或者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你可以特別提一些句子 那我們可以在下面討論一下下 或者甚至是我可以再另外特別做一集 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 其實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不小心講了一下文法 然後 至少我們也把這個東西講清楚了 好 就是他們贏得了 Wimbledon的今年的冠軍 so congratulations to 這一對很棒的這個partner 那 好 對不起我再講 我再講一句好了 來 我再講一句好了 就是我剛剛的確有想講這一句 所以還好我沒有忘記掉 這句要說的就是 他們 好這是WTA的沒錯 對 對 大概在這裡 好 因為他們啊 先前 其實就有這種經歷 就是他們到了這個賽末點 結果 他們這次當然是贏回來 Hold on to兩次的賽末點 可是在他們先前的partner一起的比賽中 也有過好幾次 遇到了賽末點 可是他們就是缺少了那個 I don't know mental fortitude 缺少了那個精神上的那一種 那一種很很堅韌的那一種心理 來去給他這個go through 所以他們之前是沒贏的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Winning from match points down Makes the 欸 這裡有少東西嗎 The E Makes the win 少了一個win感覺 Even sweeter for Shea And Mertens as a pair 好 所以從這個match points 剛剛講的兩個match points 所以使得這次的勝利啊 更甜美 所以 那他們用一個冒號再繼續講下去 In four of their five previous tournaments together Since partnering officially in May They held match points in eventual defeats 這個寫法我真的就覺得是 非母語的人是很難寫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好好欣賞一下這個句子 後面的部分 在他們前五場的tournament中的四場 So in four of their five previous tournaments together Since partnering officially in May 所以自從他 所以還加一個時間複詞的片語 自從他們在五月正式開始搭夥 就是你知道搭檔起來 在五場中的四場 他們held match points Again 就是好 我們撐到了一個賽末點 而且是要輸掉的 那這個賽末點撐下去是 In eventual defeats Eventual就是最終到怎樣 所以最終就輸掉了 所以先前有match point 那最終是輸了 那這一次則是贏了 很棒 所以我們欣賞一下剛剛寫的這一句 這句再強調一下 我覺得我們用一個 學習英文的角度來去寫這樣句子 可能會很不好寫 可是至少讓大家看懂一下下 好 那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夠了齁 不小心拉拉喳喳扯了一些文法上的部分 但希望對你是有幫助的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 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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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